第29集 你 苏陶打开房门 就见到满脸血污 胸前还翻着血肉 机械一直断裂 接口出刺拉拉闪着火花 低着头的石子劲 他脚下鼓鼓流着鲜血 这鲜血像是有温度 灼烫到了他的眼睛 让眼泪不受控地束束而落 他想说话 喉咙却像是被饿住 发不出一点声音 他想伸手扶他 手臂却又千斤重 怎么也抬不起来 他离他是那么近 仿佛咫尺之间 却又遥不可及 他轻轻起唇 反复描绘着两个字 苏陶怎么也听不清 陶陶陶 苏陶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看着熟悉的卧室 大口喘气 眼角满是泪 血刀嗷嗷嗷地跳上床 大舌头舔着他的脸上的泪 林芳之听到动静 拖鞋都没来得及穿 光着脚跑上楼看他 迷茫又担忧的小鹿眼微微睁大 仿佛在询问他怎么了 苏陶抓过旁边的白芝麻 让他毛茸茸的肚子 擦淡眼泪和血刀的口水 闷闷地对林芳之说 没事 就是做噩梦了 你回去睡觉吧 林芳之不放心 只得指门口表示自己今晚就睡着 苏陶竖起眼睛 不行 赶了他三次 林芳之才不情不愿地下了楼 苏陶躺下平复情绪 江宇从夜色中走出来 但声道 你要是担心 就劝他别去 苏陶看向窗户旁他修长的身影 门声问 你怎么知道我梦的什么 江宇有些无语 你喊了好几声紫禁 苏陶声音大吗 江宇看了眼昏昏欲睡的白芝麻 他都醒了 白芝麻是出了名的能吃能睡 一般程度的吵闹是弄不醒他的 女爸他又补充了一句 我在隔壁也听到了 苏陶表情默了起来 但也只尴尬了几秒 心里又被担忧占了上风 他不确定自己的梦是预知警示 还是单纯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他叹口气 我劝不了的 而且他也接了军令 江宇便不再说什么了 你墨镜阴影里准备离开 苏陶叫着他 对了 你妹妹的事情 我已经拜托送队长他们帮忙打听了 他们车队行走南北多年 认识的人多 应该会有些线索 另外 等我们的网页上线后 我会让刚红玉出一则询人公告 江宇一正 心跳开始加速 他以为还要等很久 没想到他那么重视 早早的就开始托人去办了 江宇郑重的道谢 轻声说道 您早点睡 有什么事情喊我 苏陶柔柔眉心 好 你也快去睡吧 一夜无眠 天一亮 他就给石子静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什么也没问 也不劝 只是叙叙叨叨地嘱咐一些话 石子静都安安静静地听着 听到后面 见他没话说了 还是不挂电话 他笑道 要不当面说吧 苏陶一愣 你回来了 石子静含笑 嗯 刚到 等我一下 我得先去见老手掌 还没到约定的时间 苏陶就忍不住先下楼 在陶阳大门口等着了 陶阳周围的人还挺多的 大多都是流浪幸存者 还有其他牧民而来 却没通过入住申请的人 他们扎了不少帐篷在周围 旁边还堆放着各种各样的生活杂物 卫生环境也恶劣 吃喝拉撒随处可见 加上天气又热 显得陶阳内外 简直是两个世界 苏陶一道 前两天我来接顾名池时 还没见这么多人 今天怎么这么多 跟着一起出来的 等庄晚叹息道 那天之前 蓝姐让小伯他们驱赶过 但不管用 过了没几天 今天又都搬过来了 仿佛爱陶阳近一点 就多几分活命的可能是的 苏陶又环顾了一圈 还看到不少老弱病残 怀孕的女人 带小孩的妈妈 这些衣衫褛褛的人 见她头来目光 色缩地躲了起来 苏陶心里很不识滋味 跟庄晚叹 找个时间 让康阿姨他们来跟他们聊聊 保持卫生 不寻心姿势的 可以长期住在周围 到时候如果有丧尸工程 陶阳也会护他们一二 卫生习惯不好的 劝过两三次还不改的 打架斗哦 欺负弱小的 让小伯和迷雾他们早些赶走 庄晚觉得这样挺好 高兴硬下 谁知话刚说完 角落里就突然冲出 三四个绑大妖园的男人 他们目标非常明确 眼神像倒钩一样 锁定苏陶 狂奔冲来 江雨机会是第一时间就发现了 现身的瞬间 一脚踹翻冲在最前面的男人 但终究 他一人难敌四人 只来得及一把 将苏陶护在怀里往后退去 而庄晚都没来得及喊两声 就被另外两个壮汉捂住嘴 连拖带拽地 弄上了刚开到路边的面包车里 苏陶大惊失色 立马把枪对准了面包车的轮胎 一枪爆胎 要逃跑的面包车 瞬间熄了火 周围的幸存者 被吓得四处逃散开 他妈的臭娘呢 开车光头 转头看了眼 怒骂道 江雨正要冲过去 谁知整个面包车 竟然在原地消失了 消失得干干净 连车轮印子都没留下 仿佛刚刚的一切都是幻觉 苏陶又惊又怒 他跑过去四处看 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心急如焚 这些人可能是冲他来的 没抓到 他倒是连累了装晚 听到动静的青蓝和暴徒等人 都匆匆赶来 听完事故全程的雷行陈生道 是异能 他们肯定不是真的消失了 快找 陈央红着眼拔出枪 跟生气的牛仔子一样 四处乱撞 还差点跟围观的人起了冲突 最后被雷行吼了回来 陈夕白着脸 想哭又不敢哭 仲高义努力保持冷静 握着他的肩安慰了一会儿 然后大步朝雷行和苏陶走去商量 怎么找人 众人正准备驱散幸存者用火烧 逼出面包车现行时 一辆军用吉普停在了门口 一身笔制军装的石子静从车上下来 肩膀上站了一只戴着皮质项圈 无比神奇的黑猫 苏陶看到他 焦急的心意下安定了下来 黑芝麻见到苏陶 立马没了那股子高冷神气劲 嘎叫一声 纵身一跃 两三步爬上苏陶的裤腿 窝在他怀里喵呜喵呜的叫 苏陶被他叫得心都软了 好久不见又想得紧 不停地露着他的毛 感觉到这小家伙身上的肉结实了不少 不像白芝麻 浑身都是泡泡肉 石子静见周围气氛不对 垂眼看着苏陶 上上下下的嘻嘻看他 你没事吧 曾天娇听得牙酸 这个时候不应该问出什么事了吗 苏陶摇头 雷行抢先一步 三两句把事情说了一遍 石子静直视着看了他两秒 没说话 扫尸一圈 那眼神仿佛能看穿一切虚无与幻象 然后他大步走向不远处的墙下 伸出修长的手 在半空中点了一下 周遭的空气像是镜子一般 智力破碎开来 露出了那辆面包车 面包车里的几人都惊呆了 被绑在后座的庄腕呜呜地挣扎着 众高义立马要冲上去 雷行一把拉住他 下一秒 石子静就在电光火石之间 眼不眨就开枪 结果了其中三人 只留下一个矮个子男人 这人见同伴都没了 吓得牙齿发抖 抬手抹了一下空气 瞬间消失在原地 这下所有人都知道了 他就是那个异能者 石子静面不改色 只是轻轻点了下空气 矮个子男人再次一脸猛逼地出现在原地 你 你 石子静头也不回地 朝岑天娇道绑了吧 岑天娇带人兴冲冲上去 把人捆成了粽子 丢进车厢里 仲高义赶紧把装碗抱出来 给他松绑 抱着哭成泪人的老婆 心疼得哄了好半天 陈希陈阳也吓坏了 一家四口抱成一团 苏陶看到装碗身上的擦伤 非常自责 抿着嘴不说话 石子静察觉到 大手在他头上扶了扶 这是我来处理 你先回去吧 雷行在一边瞇了你眼睛 五分钟后 岑天娇直接把人拎到了石子静的房间里 没一关就开始审讯 叫什么名字 石子静淡淡问道 但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压迫感 矮个子紧闭着嘴部说话 岑天娇就把他一只手捆在凳子上 手心朝上 干什么 哎呀 话还没说完 石子静就将一把小匕首插进他的掌心 钉在了凳子上 我们来玩个游戏 我问一个问题 你答错了或者不答 我就转动一下刀柄 矮个子冷汗都下来了 人的痛说 我 我叫卢胜 你们今天原本是来抓谁的 卢胜抖着唇没说话 石子静面不改色地将刀柄转动了一个角度 卢胜惨叫一声 身体不自主地抖成了筛康 我再问一遍 你们今天原本是来抓谁的 苏 苏陶 干 但我们没想到他有些本事 身边还跟了个神出鬼没的男人 只 只好绑了他的手下 想着之后能不能另一个女人引他来 石子静忍着废掉他整条胳膊的想法 再问 抓他干什么 卢胜眼泪鼻涕一把 上 上面人说 要给他一个叫 教训 饶了我吧 我就是个听命的 说详细点 上面人是谁 什么教训 卢胜都能感觉到 刀刃擦着他的指关节了 痛得几乎失去理智 颠三倒四地 将苏陶勾引计材折不成 惹恼了计材折的岳父何阳华的事情 说了一遍 曾天骄差点喷出早上吃的饭 苏老板勾引那个草包 你们是眼瞎还是脑子有动 石子静的脸男看到了几点 手里一用力 大幅度转动了一下 冷声道 你没说全部事情 如果何阳华只是为了给他女儿出气 不可能让你们浪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蹲守 还让你们抓活的 还带到北方去 曾天骄 冷声这压得不老实 与爸找来半瓶酒精 照着卢胜手心就倒了下去 卢胜痛得大脑空白了好一会儿 反应过来后彻底破坊了 声泪俱下道 何老板听说他有能高楼拔地而起的本事 还有数不尽的物资 就想着 接着这次把他绑到北方换养起来 为他也建一个世外桃源 一辈子为他笑领 曾天骄文言怒叫道 老大 我看这个姓和的是不想在南方混了 杀了吧 取了金盒给我 再留一管血 卢胜禁句大叫 我什么都说了 为什么要杀我 石子静腻着他 杀你不需要理由 曾天骄在鲜血和人命里摸爬滚打惯了 宰起人来非常干脆利索 没一会儿就把洗干净了的金盒弟弟老大 石子静收好 去了三号楼 敲开了苏桃的房门 苏桃打开门看见是他 心颤了颤 脑海里又冒出昨晚的梦境 幸好是梦 眼前是完整的 没有受伤 没有流血的 真实的他 他就这么望着他 没动 石子静眼角于光 瞥见了刚上楼的雷行 忽然往前一步 推着他挤进屋里 顺便带上门 雷行 苏桃撞进他怀里 愣得出了神 石子静扶住他 拉开一小点距离 主动打破了那一丝隐移 他拿出炉胜的那枚金盒 这个给你 苏桃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他塞进手里 同时脑海中仿佛浮现了一张书名书 名称隐秘等几义 能力概述 可以将周身十米内的人 或物隐秘起来 与环境融为一体 不被察觉剩余能量时间 三天 他张大了嘴 这是那个人的金盒 石子静点头 对 很实用的异能 如果你在外遇到 躲不过的危险和麻烦 可以用上 苏桃肃然起来 将金盒塞还给他 你比我更需要 石子静笑起来 你忘了 苏桃一正 猛然想起他的异能 根本用不到金盒 只需要血 就能完全继承对方的异能 那他就不客气了 安心收下 问起这些人 为什么要抓他 清白天地良心 他先骚扰的我 我还揍了他一顿 我什么眼光啊 一处在我面前 我都还没想着 对你图谋不轨 会去勾引这种人 石子静本来只是想逗他 听到这话突然反问 一点都没有吗 没有什么 图谋不轨我 苏桃一愣 认真地看了他好一会儿 石子静也看着他 两人相顾无言地看了许久 石子静先败下阵了 石笑道 我不该问的 我没什么能让你图谋的 他每一步都走在悬崖边上 命不由己 我还恶劣呢 石子静本来还有些脑自己 文言愣住 立马原地认错 对不起 我不该问 苏桃指示他 我不接受 我要你为自己的 说出口的话负责 其实就是逼他表态 到底几个意思 勾引完就想跑 石子静只觉得 单枪匹马面对血镰刀 都没现在这么棘手 一千万个后悔 刚刚不该那么 鬼使神差地问那句话 苏桃鼓着眼睛看着他 石子静再次败下阵来 我真的错了 叹了口气又道 你就当是我临行前任性一回吧 我真的不敢给你承诺 我怕兑现不了 我不敢肯定自己 能在抵抗古异 和活桌爬行体 这两个任务中活下来 我若是活不了 又谈何负责 苏桃顿了几秒 突然一把抓住他的手 石子静一将 与此同时 一个可怕的画面 在他脑海中炸开 夜色幽暗 若木之处全是石海残枝 静堆成了一座小山 分石的丧尸在石山上欢呼 鲜血渗透进土地 将干裂的土地 静透成了诡异深红色 那残骸中 隐约可见一身熟悉的军装 拉近一看 烂五官 苏桃摆着脸缩回手 脚一软就要跌倒 石子静一把捞住他 扶着他站稳 醋没问 你的意能 苏桃再次抓他的手 紧紧地握住 却怎么影 看 不到刚刚那幅画面了 桃桃 桃桃 苏桃被他喊了好几声才回神 一把抓住他的领子 仰头看他 颤着唇说 不能去 石子静俯着他的背 你看到了什么吗 苏桃咬紧牙不说话 只重复道 三个月内你哪都不能去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 他不知道 他会在哪次任务中丧命 但他似乎预判 出了 这是三个月内即将发生的事情 如果 如果三个月内他能没事 说明就能改变他的结局 石子静沉静地看着他道 三个月内我会死对吗 说完他就笑了起来 每次出行前我都在想 这生是最后一次出远门了 眼睛一闭 就再也不用奔波了 听你这么一说 我或许马上就能好好睡一个长觉了 苏桃睁大眼睛 你什么意思 石子静收敛的笑容 垂下眼 对不起 我有军令 不可为 苏桃张大嘴 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他的嗓音似乎飘远了 三个月嘛 我记得你的生日在12月 从今天算高好三个月后 如果那时候我还活着 我请你吃蛋糕 苏桃色声说 我不会卖给你的 别的地方恐怕也没有 石子静仰起嘴角笑道 我会做 苏桃愣道 你为什么会做这种东西 我以为你的手只会拿枪 你是出不了桃阳半步的 石子静被他推出门外 在他关门的时候 把住门边 突然郑重到 雷行比顾名池可靠 苏桃一把将门拍在他脸上 石子静沉默了两秒 转身欲走 谁知刚抬眼 就看到楼梯口腿蹲妈了的雷行 颤巍巍地站起来 雷行扶着楼梯把手 有些脑 你刚跟苏老板说我什么 是哪有本事去外面单挑 别搞挑过离间那套 石子静转身就走 腿麻的某人根本追不上 处理好卢胜尸体的 岑天娇颠颠地跑过来 见老大表情不对 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又跟苏老板冷战了 这几个月两人的关系 就跟紧冬的攻险一般 稍稍用力就会断 石子静转过脸看他 问道你母亲放心你吗 岑天娇顿时愁起来 当然不放心 他没少打电话唠叨我 让我早些退役 在桃阳找个姑娘结婚 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得了 搞得我这次回来都不敢去见他 那你想这样吗 岑天娇表情立马郑重起来 摇头 当然不 我是军人 我是军人 这四个字千斤重 千言万语 也说不尽其中的责任 岑天娇一下明白过来 苏老板不想让你去冒险 你名字吵架了 石子静心里有些发色 哪里是不允许他去冒险 是不允许他送死 他点了下头没说话 岑天娇万分同情他 也跟着仇云满面起来 纠结了下说道 我们这种人不适合结婚 老大你想开点吧 苏老板脑了你也是好事 石子静拢眉 压下心里翻涌的情绪 转移话题道 卢盛的尸体都处理干净了吗 岑天娇连连点头都处理干净了 话说老大你的探查之眼 连这种幻象都能识破吗 石子静道 算是吧 他隐匿的那块地方 有异能存在过的痕迹 岑天娇羡慕不已 还真实用 哎 老大你这个异能简直逆天 不过也太考验人了 我要是你 见到不错的异能者 可能真的会忍不住杀了取血 石子静摇头 你不会 岑天娇叹气道 您别说人心难测呀 除了你没人抵挡得过这个诱惑 老鼠掌不说了 只有你能驾驭得了这个异能 始终保持初心 不会忘了每一次杀戮 是为了更好的守护 石子静拍拍他一身剑子肉 行了 去跟你母亲道个别吧 我们今晚就走 岑天娇诧异 这么快 不是还没收到爬行体出没的消息吗 是要早点去伏击 石子静嗡了声 没多做解释 他怕苏陶后悔 也怕自己后悔 苏陶这边刚关上门 隔了没多久就被敲响了 一开门看到是雷行 他下意识地想把他也拍门外 雷行见他眼睛红红的 立马竖起眼睛 把住门问 他跟你说啥了 还把你说哭了 苏陶不客气地伸出一只腿去踹他 松手啊 蹲妈了的雷行还没缓过来 被他轻轻一踹 就跟电流窜了下半身似的 往后仰去 苏陶来不及拉他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跟一根萝卜似的倒了下去 震惊道 你碰瓷 雷行只觉得面子里子丢尽了 干脆破罐子破摔 羊躺着不起来了 脆弱道 踢疼了 苏陶原本低迷的情绪 被他这一通无赖 耍得消一半 立着眼问 踢疼了 然后呢 还不等雷行说话 江宇悠悠地从硬里冒出来 雷队长 我背你 雷行立马扶着把手站起来 然后我自己站起来了 苏陶甩上门 不给他多问的机会 一回到安静的空间 那种无力又弯心的感觉 又冒了出来 江宇给他倒了杯水 轻声道 如果实在排解不了情绪 可以尝试着让自己忙起来 苏陶缓了一会点头 你说的对 江宇忍了忍 又道 苏老板 石少将或许是个好的领导者 优秀的战士 值得尊敬的英雄 但却不是良配 苏陶抱着枕头出神道 我何尝不清楚呢 我也不是认定了他 非得吊死在他这颗歪脖子树上 我有时候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喜欢他多一点 还是重养他多一些 我真的不懂 但不论是哪一种 我都不希望他去送死 江宇长叹一声 隐墨尽阴影里 苏陶倒是把他的劝慰听了进去 努力不去想 关于石子金的任何事 开始把全部的精力 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首先就是要大建暴徒主营地 这块地被美老师徒俩 划分成了两个区域 坐边500平 是休息用餐娱乐区 主楼的地下附一层是车库 用来停暴徒 他们的破烂机车 一楼是餐厅 可以容纳暴徒十多个人同时用餐 餐厅右手边走 到底是宽敞的大厨房 到时候 他们可以顾做饭的阿姨 长期投喂他们 餐厅左手边走 到底是楼梯间 二三四楼 都是一室一厅的厨房 暴徒的人都是单身汉 几乎都不打算结婚生子的 一室一厅足够 四楼上去是一个露台 美老考虑到 他们喜欢嗨歌聚会 露台上不仅建了舞池 还有吧台 同时配备了音响 楼下还有一个露天泳池 泳池边上都放了躺椅 平时训练完 可以游个泳 爬上暗躺的小器 主楼旁边 还有一栋附属小楼 一共两层 第一次是给暴徒邀请朋友 做客的会客厅 二楼是一个超大会议室 供他们平时开会商讨用 另外500平则是训练场 中间有玻璃健身房 用来放他们需要室内训练的器具 周边就是一个环形跑道 日常拉链很实用 等全部建好 又优化了不少细节后 一抬头发现天亮了 苏桃这才后知后觉 自己竟然连着搬了14个小时的转 从系统退出来后 他都觉得手脚有些软 林芳芝给他从食堂带了饭 皱着眉看他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说道你该伤心 苏桃眨眨眼笑道 你哪看出来的 我不是吃得很香吗 林芳芝摇头 装的 苏桃的笑容落了下来 怎么也抢笑不起来了 放下碗说 担心一个朋友 林芳芝不明所以 他这些天忙着上课 又忙着管理物资 处理各式各样 来询问求贡物资的事情 都有些晕头转向了 自然也就不知道 昨天发生的事情 他歪了下头 用自己的经验 给他出谋划策 担心就跟着 苏桃愣了下 笑开了 你担心谁就跟着谁 林芳芝点点头 摸摸自己的胸口 认真的说跟着你 我心情就很好 苏桃笑得不行 笑得泪都冒出来了 跟着食子进吗 恐怕他只会把他原地打包送走 他摸摸方芝的头 感慨道 真好 希望你一直都能这么赤子单纯 林芳芝没听懂 但并不妨碍他判定 这是句好话 夸他的话 他咧嘴笑了下 但看到苏桃 依旧很伤心的样子 他的嘴角又落了下去 有些难过的问他 你还是很伤心 我说错话了吗 苏桃拍拍他 你说得很好 你帮我个忙 去喊雷行一声 让他去他那块地看看 验收一下 其实就是想制开芳芝 他想给自己做一下心理建设 把该死的食子进 踢出自己的脑袋 林芳芝抿了下嘴 有些不情愿 我想跟着你 最近我好忙 苏桃赶他几次没能赶走 只好无奈地 让他当小尾巴跟着了 自己给雷行打个电话 让他先去验收 他稍后就来 苏桃洗了个脸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深吸一口气 调整了一下 看着没有大问题了 换好衣服 带着小尾巴去见了雷行 结果刚出传送门 苏桃就听到嗨翻天的音乐声 他定睛寻着声音 抬眼朝主楼露台看去 就见暴徒一群人 乌哇哇地开启了音乐party 林芳之根本没见过这种场面 一时间都看呆了 苏桃朝他们喊了好几声 奈何音乐太大 这些人见到心房又太激动 根本没人听到 最后还是雷行及时清醒过来 看到楼下的苏桃 眼睛一亮 立马手撑着露台的栏杆 胆大包天地从五楼往下跳 苏桃吓了一跳 刚小跑两步 就见他稳稳地站定落在地上 兴冲冲地朝他跑来 这也太棒了 我们看到时候都惊了 尤其是那个天台舞池 转移话题道 有什么还需要优化的吗 赶紧提 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 雷行压根不被他带偏 追问道 昨天姓时的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怎么闹得你一晚上都没睡好 你跟我说 什么天大的难事我都给你解决 苏桃叹口气 你别揪着我问了 反正没说你坏话就是了 雷行坚持 说我坏话我无所谓 我不关心这个 我只关心什么事 让你连觉都睡不好 苏桃忍得诱人 吐出四个字 再问自杀 雷行立马闭嘴了 忧愿地看着他 苏桃示意了下 露台上还在嗨的众人 你跟大家说说 现在去验一下各个房间 有什么需要优化调整的 今天晚上十点之前都报给我 我整好了早点睡不觉呢 别耽误我睡觉 雷行一听白手道 我看过了没问题 非常好 不用问他们 他们肯定都满意 然后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 兄弟们赶紧的 收拾营地了 今晚就住下 一群汉子嗷嗷地开始打理新营地 最先在楼顶插上了暴徒的对齐 随风飘得非常张扬 然后又纷纷从大嘴 哪里拿了自己的私人用品 跑上楼抢房间 当然 他们自动把二楼位置最好 朝南的那间房留给了雷行 还帮他把房间收拾好 雷行笑着骂了他们一声马屁惊 但还是高高兴兴地接受的 问道 你们喜欢新地盘步 火蛇嗨了一声 这药还能不喜欢 是想住水晶宫吗 老大 咱们实话实话 不看在苏老板的面子上 也要夸一句 这地儿太舒服太周到了 别的不说 就那露台 雷行见他有了点笑容 放心了些 忍不住又问 真的不需要我帮忙吗 我感觉到你是遇到难事了 苏桃只是摇头 谢谢你雷行 雷行 雷一声 身份啊 你不愿意说就算了 我再也不问了 免得第一次 你笑容就掉三分 苏桃给了他一个感激的笑脸 雷行有些无奈 我下日出有任务 可能要带兄弟们出去半个月 你现在这个样子 挺让人放心不下的 苏桃认真道 别耽误了赚钱 这块地的租金 跟暴徒每月出任务的佣金 是挂钩的 他们赚的少 他租金就收的少 他还是很希望暴徒发财的 雷行秒懂 真够财米的 少不了你的 做人最主要的 还是自由和高兴 钱什么的都是身外职务 穷鬼苏桃 拒绝进行这个话题 东区 老板暴徒的新营地找到了 顾明池掀起眼皮 看了眼副手 哪 副手咽了咽口水 不敢说话 顾明池皱眉 有什么说不得的吗 副手豁出去了 老板 他们居然搬到老站去了 我们派去的人说 看到他们在内建了新营地 整得特别好 什么小楼训练场 甚至游泳池都有 可把他们得意坏了 那对其生的老高 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们搬了新店 一旁的回溯 听到这话立马缩起来 不敢看自家老板的神情 副手继续道 我们去查了 谭勇被雷行活捉了 生死不知 谭勇失踪后老站 就乱成了一锅粥 紧接着似乎有人接手了 有可能就是雷行 但很奇怪 从谭勇失踪到雷行接手 不过就一个月的时间 可能还没有一个月 他们的新营地就建好了 像是一夜间出现的似的 顾明池坐直 一夜间出现 副手皱着眉斟酌到 一夜间可能有些夸张 但肯定是短期内就冒出来的 正常施工建设 不可能这么快的 顾明池像是想到了什么 脸沉的都要掉到地上去了 旁边的人都大气不敢出一声 他眯着眼在桌上 用手指敲了几下 给老爷子的护工 打个电话过去 日常问候了一些 老爷子的身体精神状况 最后说道 小吕 我听说桃杨有土地 对外出租是吗 小吕想了想说 好像是的 听说租给了一个佣兵队 石子静的脸更沉了 这个佣兵队叫什么名字 小吕挠了挠头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虽然平时有见过那些人 但我接触不多 具体的实在不了解 只听庄经理的小儿子 喊过他们队长叫雷大哥 顾明池深吸一口气 够了 照顾好老爷子 挂了电话 他越想越气 一边气暴徒 不知道怎么搭上的苏桃 杰族先登了 一边又气中高义 这个忘恩负义的 明知道还故意瞒着他 副手一直等他消了点火 才小心翼翼地问了声 老板 还想通地盘吗 顾明池才消下去的火 又被他吹得死灰复燃 忍了忍 还是没忍住吹他 抢你个头 你要是能把苏桃手里的地 抢过来 这东区老大的位置你来做 副手抱头鼠窜 回溯英勇灭火 老板 我去打听暴徒他们 租了多大面积的 到时候我们租个比他们大两倍了 建设比他们好的 有那种十几层高楼的 把咱们东区的旗帜 插楼顶上仰视他们 火成功灭了一半 顾明池脸色稍微好看点 给他下发任务 你这几天多跟苏桃联系 知道该说什么吗 回溯机灵道 苏老板说是没有土地出租 但多多催促 多多鼓励 说不定就有了 说完又加了句 苏老板如果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 可以让他主动打电话跟您提 旁边的下属听得目瞪口呆 第一次见马屁 拍得这么精准的 果然 顾明池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满意道 很好 以后就一直跟在我身边做事吧 回溯洗上眉梢 旁人羡慕不已 以前常年跟着老板的 只有众医生一个人 很得老板的信任 现在回溯这小子 直接取代了众医生的地位 成了亲信 果然还是用苏老板拍马屁管用 苏桃根本想不到 自己已经成了东区上下的心头号 他正在跟荣联确定 8月的员工薪酬和福利 月底最后一天了 要给大家发工资了 老板 一共是47万6千莲币 你要再看一下吗 苏桃亚然 相比于上个月翻了一倍 钱融融捂着胸口 是啊 你忘了这个月 你给好几位老员工升职加薪 以及又招了接近十位新人吗 哦哦 发把 这个不能克扣大家的 虽然薪酬支出很高 但付出还是有回报的 种植园和盘友山加在一起 8月下半月 营收达到了136万 相比于上半月 增长了20多万的收入 在不扩张的情况下 这个收益基本上已经到顶了 有限的面积和有限的工作人员 能创造的价值也是有限的 苏桃决定把扩张种植园 和盘友山列入9月的工作计划中 剩下的收入就是租金这个大头 8月一整月的续租了58建房 涉及租客90多位 收到续租租金119万 现如今去掉建造防护罩 建造暴徒营地的钱 桃阳的总资产还有520多万 苏桃心算了一下 差不多9月 系统就能升级到LV6级了 他要努力一下 争取下月初就达成这个目标 多建房 多招租 多多卖物资 在桃阳一片有条不紊的忙碌中 新的1月又开始了 苏桃也收到了石子进最新的消息 他们前往了更南方的基地 搜寻爬行体的行踪 黑芝麻则被其他拓荒军小队带走 完成一些日常且危险度较低的任务 另外他还从这支拓荒军小队的队长口中得知 烟草大伤何阳被驱逐出了青棚 基本断掉了他运往南方烟草的销路 就连季才哲做的那些肮脏事 也捅到了他老爹耳朵里 季伯达大怒 听说关着门揍了儿子大半天 打得床都下不来了 苏桃刚听说这件事 季伯达就打来电话给他请罪了 苏桃都能听出他语气中恨铁不成钢的痛意 苏老板 我教子无方啊 苏桃虽然看不上季才哲 也厌恶他 但面对头发半摆的季先生 实在生不起多少仇事 甚至还有些同情他 就连庄晚都在一边摇头说 这样一对比 我家陈阳还有得救 没那么差劲 陈阳 苏桃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安慰了这个老父亲几句 顺便表达了 这件事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合作 季伯达感激不已 挂了电话又去把儿子打了一顿 苏桃没把这些事放心里 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马大炮叽叽歪歪很久了 想把盘柳山旅馆扩大一些 多建些房间 毕竟山下排队的房客们也是真的辛苦 苏桃这要摞起袖子大干一番 裴东突然来找他了 上次你说的 让陶阳囊阔掉东阳的事情 老首长同意了 苏桃睁大眼睛 不敢置信 真的吗 裴东面路疲惫 点头笑道 费了不少力气 但结果是好的 不管那些高层心里怎么想的 面子上是不反对了 苏桃难以想象 老首长如何立排重力 拍板决定的 毕竟东阳也不算小基地 五万多的人口 大大小小 政府的军队的领导数不胜数 能让所有人面子上同意 真的非常不容易 老首长真是辛苦了 裴东摇头 他很高兴 上车吧 他老人家想跟你面对面聊聊 坐上车 一路到了东阳总指挥部 见到了头发花白 却无比威严的老首长 坐吧好孩子 书宇 你给我们倒杯茶来 行书宇朝苏桃眨眨眼 转身去倒茶 老首长看着还不到20岁 脸上还有些稚嫩的苏桃 感慨道 东阳还是要交到你年轻人手里的 我老了 苏桃进道 您还保到未老 东阳还是很依赖您的 老首长笑着摇头 让助理拿来一个大盒子 递给苏桃 苏桃不明所以的结果 在老首长的目光下打开 看到里面的那一刻 惊得手一抖 一箱子满满的金盒 足有三四十枚的样子 苏桃猛的抬头看向老首长 老首长咳了两声笑道 惊着了 苏桃一把将盒子盖住 推到桌中间 点头 他没什么见识 真的没见过这么多金盒 差点把他的眼睛晃下 老首长叹气道 你知道这些都是怎么来的吗 苏桃摇头 老首长用指关节敲了敲盒子道 里面三分十二 都是紫禁他们猎杀的来的 剩下的都是我让各方凑的 都是给你的 苏桃给谁 老首长看他呆了巴唧的样子 哈哈笑出声 给你的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难过东阳 你需要消耗金盒吧 虽然你对外说 桃阳的建成是因为你有特殊的异能 就连紫禁也这样替你瞒着 但我老家伙活得够久 眼睛看得清楚明白 恐怕这不是你的异能 是有什么外力帮助你吧 外力不可能无偿帮助你 你又总是四处收集金盒 这样一来就不难猜了 苏桃说不出话来 果然叫还是老的辣 老首长见他捶着眼睫毛都在颤 不由得起了怜爱之心 何哀道 你别怕 既然我今天让裴东找你过来 主动说难过东阳的事情 就不是要拆你抬的 反而我会帮你把这个谎再原版一些 东阳发展了二十多年 里面的关系比你想得要复杂 我能猜到的事情 肯定也有人猜得到 不过这些你都不用担心 我老家伙替你摆平 谁若是觊予你 对你有歹意 我定不会让他活着走出东阳 裴东也在一边肃穆点点头 苏桃心中大为触动 抬头看向花甲之年的老人 谢谢您 我会尽我所能的 老首长很欣慰 把装满金盒的盒子 往他面前一推 拿去吧 怎么用我相信你 只是希望能尽快让东阳的妇幼院 在你的保护伞下 此境他们离开这段时间 恐怕还会持续沦陷几个区 靠近四号门的妇幼院 岌岌可危 妇幼院有接近 三千名代生产的妇女和婴幼儿 他们都是东阳的希望 苏桃一下紧张了起来 妇幼院占地多少平 真正算起来 接近1.2万平米 苏桃听到这个数字 头皮骂了一瞬 1.2万平需要消耗 他120美金盒 居然这么大 以前他只是听过 东阳医院旁边的妇幼院 设施很齐全 地方也宽敞 却从没去过 如今听到这个庞大的数字 实在是感慨 老首长对于妇幼的重视 肯舍得用这么大一块地 要知道 东阳不论是住宅区 还是商业区 甚至是政府军队等职能区域 都是占地尽可能小 非常抠锁的 他抓了下头问 妇幼院比较重要的区域是哪些 分别占地多少 老首长就让助理 拿来妇幼院的地图 全给他看 这里是妇幼保健医疗区 占地3000平左右 是孕妇和新生儿最多的地方 这里有个孤儿院 占地1500平 有400名3至12岁的孩子 这里是育儿所 占地2000平 有200名学龄前儿童 他对面是个小学 占地也有2000多平 老首长说的很慢很仔细 没缺一个地方时 眼里都是稀奇和担忧 苏陶能感受到他的期盼 想让他一口气 把上面的人和地都收了 他抿了抿嘴道 我刚刚大致数了数这些金盒 有30枚左右 可能近期我只能先保全复佑 其他地方需要更多的金盒 老首长虽然早有预料 但还是常态一口气道 也行 为难你的好孩子 我会让人定期 给你送金盒过去的 不瞒你说 盒子里的这些 是目前东阳所有的金盒了 给那些后生的 用来金化的金盒 我都没留 就怕你不够 果然还是不够啊 说着他猛咳两声 行书语赶紧上前给他拍背 苏陶顿时就觉得 手里装金盒的盒子 有千斤重 沉得他都不接不住了 老首长缓了一会儿 招手喊来一个 不苟言笑的中年女人 介绍给苏陶道 这位是郭院长 这些年东阳妇幼院的大小事 都是他主要操持的 有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交代他去处理 这相当于把郭院长 直接交给苏陶管理了 戴着眼镜 很像教导主任的郭院长 见到他年纪这么小 有些惊愕 但还是微微朝他点头 苏陶能感觉到 他的疏离和一些不信任 算了 毕竟他年纪确实小 看起来也就没那么可靠 来日方长 慢慢接触吧 之后 郭院长详细给他 讲了一下妇幼院的情况 并表示 只要纳入陶阳版图 妇幼院所产生的收益 也是归陶阳所属的 像是医疗这块 孕妇产检 生产等等都不是免费的 但如果是东阳人 有身份证明 可以减免一半的费用 育儿所的学费也不便宜 能把孩子往东阳育儿所送的 家庭收入都是不错的 还有东阳唯一的小学也是 消费都不低 妇幼院唯一不盈利的 只有孤儿院 收留的还都是健全无疾病 看起来还机灵聪明的孩子 更多孤儿则是在 无人看见的角落里 慢慢流失生命 苏陶听完妇幼院的 整个大致情况 在心里长叹一声 总的来说 东阳的妇幼院很阶级化 有钱有贡献点 就能享受到好的产检服务 顺利生产 上正规的学校接受教育 就连孤儿也得是聪明健康的 其他的疑虑淘汰掉 虽然残忍了些 但某种程度上 确实实现了资源最大化利用 东阳政府和军队里 担任要职的人才 也不乏是当年 郭院抚养长大的 郭院长见他皱着眉 以为他不认同 于是提醒到 苏老板 在末世没有结束前 这是最好的运营模式 我们不是圣人神仙 做不到像末世前的和平社会 给所有人平等公平的对待 苏陶点头 我明白的 郭院长松了一口 觉得还好这个年轻的小上司 没那么刚愎自用 还是听得进句话的 他放心了不少 问道 苏老板要去妇幼院看一看吗 顺便我让财务人员 来把上半个月的营收 结算给你 自从老手长决定 将妇幼院交给你管理后 账就没再分了 苏陶一愣 心中惊喜起来 他正愁消耗了金河 获得妇幼院医疗区的 管理权限后 没有太多联邦币 让他去挥霍购买防护罩呢 老手长替他考虑的好周全 于是他就跟着郭院长 开车去了一趟妇幼院 大致参观了一下 看完他就有些明白 东阳为什么在经济 和军事上的发展 为什么之后舞台基地那么多了 劳术长把钱和物资 都砸在医疗和妇幼这一块了 妇幼院的设备非常齐全 有些甚至看着还有点新 医疗器具也比较充足 整体的环境卫生也做得很好 还有不少的医生护士和育儿园 怪不得东阳的人口一直很稳定 且还有逐年增长的趋势 有这么一个妇幼院 东阳有条件的家庭 都是愿意生孩子的 郭院长给一个哇哇哭的新生 带上身份手环 对苏陶道 莫是最昂贵的东西 不是物资 也不是什么金盒 而是人口 有人才会买物资 有人才会争夺金盒 苏陶认真的回试他 给我一年的时间 我能让东阳的人口翻一翻 你相信吗 郭院长挣了两秒 浅笑了一下没说话 显然是不信的 劳书长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也就让东阳的人口 从两万涨到五万 一年翻一翻 有些太过理想主义了 果然还是个孩子 他转移话提到 财务把账算好了 怎么给你 苏陶见他不信 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报了钱荣管理的 公账账户号 随后两人又聊了聊 妇幼院的情况 不知不觉 天就黑得差不多了 刚回到陶阳 苏陶就见钱荣荣 激动地冲过来问 陶子姐姐 你发财了吗 咱们账户上 一下多了六百万联邦币 和一百多万的贡献点 办公室里的人 齐刷刷地看过来 装晚瞪着眼睛问 老首长找你 是给你送钱的 苏陶跟他大眼瞪小眼 天刚黑就做白日梦 拿钱都是要办事的 行了行了 这都快十点了 你们咋都还处着不下班啊 想让我请夜宵啊 大家就顺势喊老板请夜宵 老板恭喜发财 得了一大笔钱 苏陶心里也高兴 在食品商店里寻宝了半天 买了四十份自热小火锅 让大家热热闹闹 吃了顿夜宵 香气越过围墙飘向外面 惹得陶阳周围的幸存者 都纷纷望向里面 满眼的渴望 原来住在陶阳的人 不仅能填饱肚子 还能吃上这么香食物 有些人摸了摸怀里 半块干硬的面包 肚子发出咕咕的叫声 终究还是没能舍得吃下去 夜深人静 苏陶从床上坐起来 打开系统 从方知的空间里 拿出劳手掌 给的三十五枚金盒 消耗了三十枚金盒 获得了东阳妇幼保健医疗区 的管理权限 很快 陶阳地图上 多了一大片绿色的区域 点击这块区域 就能清晰地查看到 摄像头 以及重修了洗手间 建了水房之类的 不然还得找人 每个月给妇幼院送水 麻烦 最后 看着一千一百多万 总资产的账户 苏陶深吸一口气 花了三百万件的防护罩 将妇幼保健医疗区 罩在了安全区里 与此同时 妇幼保健医疗区 产房代产的准妈妈们 忽然觉得凉爽起来 有些没睡的 还悄悄展开了交流 我怎么觉得 气温一下降下来了 刚刚我还热得出了一身汗呢 哎 我还以为 只有我有这样的错觉 是凉快的不少 我怨土都好多了 知道点内情的 东阳电网局局长的 老婆陶雪也在待产中 听到这话 眼睛微微发亮 发消息问自己老公 陶阳是不是接手妇幼院了 电网局邱局长 还在因为被老手掌搜刮 走三枚金河心痛 看到消息 没什么好心情的回复道 接了 那么多 金河谁看了不想接 哎 你怎么知道的 陶雪很是高兴 我这一下凉快了 之前听说 陶阳四季如春 温度适宜 我还没什么直观感受 现在我算是知道了 真的很舒适 我肚子里的宝宝都暗愤了 因为我热得睡不着 他也睡不好 睡不好就踢我 邱局长看到这句回复 心里微微好受了些 好歹他老婆最先享受上了 有些被迫上脚金河的干部 家里还没亲属怀孕呢 陶雪摸了摸肚子 忽然想到什么 快速打了一行字过去 你妹妹结婚有三年了吧 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邱局长回到 有三年了 最近准备要孩子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 陶雪觉得他呆 你傻呀 等你妹妹怀孕 接到东阳来养胎 这多舒服啊 还安全 邱局长想了想 觉得也对 但还是有所顾虑 他在舞台呢 舞台比咱们东阳发展的好多了 他老公又是副市长 肯定会给他安排好的 再说了 来的路上也不安全 离他还有些远呢 陶雪不愿意 再好也不会有这好了 至于安全问题 反正小丁也要来陶阳买物资 顺到把人送过来就行 就这么着吧 我明天给他打电话问问去 妇幼保健医疗区骤降的气温 不仅是产妇 值班的护士和医生都感受到了 有两个小护士还结伴出去晃一圈 也觉得异常凉爽 正要再往外走一些 却发现 好似被一道隐形的墙面挡住了 怎么也过不去 最后四处摸索了一下才发现 楼前多了一扇大门 只有从这扇大门走才能出去 谁知刚出去 燥热的空气就把二人扑了回来 两人睁大眼睛 这以外根本不是一个世界呀 于是当天晚上 妇幼院气温骤降 陶阳接手 这消息就在东阳连夜发酵起来 苏陶次日起来 这要去找刚红绿两人了解 陶阳官网 上线的详情时 就见到范传辉 背着他的相机出门了 一问居然是赶去妇幼院拍摄素材 准备在新上线的陶阳官网上宣传一波 苏陶失效 任由他去了 到了小会议室 刚红绿几人已经等着了 见他一到 就把上线情况 跟他兴奋地说了一遍 热度比我想象的要高 昨天一整天的浏览量达到了十多万次 各个功能界面平均浏览量也有六七万 点击最高的是物资求购 您可以问问负责这个板块的林先生 昨晚熬夜处理消息 一脸疲惫的林方芝待了两秒 把自己整理好的订单信息发给苏陶 苏陶扫了一眼 也吓住了 一共二十多个订单 这都是付了订金等待发货的 还有上百个加入购物车带支付的订单 以及千余次咨询 苏陶心疼的摸摸林方芝的头 辛苦了 我让庄晚给你招两个客服吧 林方芝使劲点头 弄签这边的工作量也不低 通过官网申请住房的人非常多 因为网页能直观地看到每一种房型的情况 光是这些照片就足够让人心动了 也就庄晚清闲点 因为没发布招聘信息 躲过了消息轰炸 但以如今大家的工作量看来 马上要开始新一轮的招聘了 清闲不了他几天 了解完大致情况 苏陶想了想到 红玉 我想你们再做一个子页 用来放寻人寻亲信息 支持发布寻人寻亲消息 如果有人有线索 可以向后台提供线索 暗处的江宇文言 心跳加速 陶阳的名气上来后 网页的浏览量会暴增 刚红玉和冯安同时点头 这个简单 三天就能搞定 苏陶道谢 这个寻人寻亲页面 他想免费运营 帮助默示更多的人 找回失散的家人 只要陶阳的名气越来越大 浏览他们官网的人 就会越多 就越有可能 将学人寻亲的消息 散布出去 安排好这些 江宇从阴影里走出来 动了动嘴唇 正想说点什么 孟小伯就呼吱哈吱的 跑过来 老板之前说 他是您二哥的人又来了 不过我看他 好像不是来找工作的 很得意的样子 还说给您带了礼物